大家好 我是老胡 欢迎您捧场胡关正经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日本修改成年人年龄的政策 这个很有意思 大家知道日本是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 截止到2017年末 日本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了27.8% 而这个0到14岁的少年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只有12.3% 所以日本会越来越老 那么老龄化社会最缺乏的就是劳动力 为了增加劳动力 日本政府想了一个办法 叫做修改成年人年龄 大家想想这很有意思 最近日本最新修订的叫民法修正案 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了 那么修订后的民法规定 日本成人的年龄将从20岁调整为18岁 这个新的法案将在4年后的2022年4月1日正式实施 这么一修改很多社会问题就来了 比如说日本和许多国家一样 它出于对成年人健康的考虑 规定未满20岁的国民仍然被禁止吸烟和饮酒 但你现在你年龄改成18岁了 是吧成年人 那很多日本人到了19 20岁这两三年 那就一过了18岁就成年人 可你20岁才允许吸烟 那你这不是很多成年人不允许抽烟吗 这个抽烟年龄很有可能需要修改了 更有意思的是日本叫自由结婚的年龄 日本现在的法律规定是年满18岁的男性和年满16岁的女性 你必须在监护人同意的情况下才可以结婚 那你年满20岁后 你结婚就可以不经过父母同意而自由结婚了 现在民法及相关这个法律修正以后 女性的结婚年龄也调整到了18岁 就是双方年满18岁后就可以自愿结婚 不用征得父母同意 大家想想啊 这就很有意思了 很多18到20岁之间的人 你这一修改 他是成年人了 但是呢 他不能喝酒不能抽烟 可他却可以结婚 那就问题来了 你婚礼上这交杯酒怎么喝呀 你没到这个喝酒的年龄呢 我们刚才说的是有意思的事啊 在生活上的 我们聊一聊严肃的